因為一方面是可以健身 然後一方面是節能減碳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因為其實環保環保 地球只有一個嘛 我們必須要愛護地球 因為我們生長在這個環境 所以我覺得七腳踏車 一方面可以幫助自己身體 然後一方面可以幫助整個地球 那何樂而不為 而且又省錢 對不對 就是非常省錢 真的你有空騎騎看 然後我覺得那對自己是一種挑戰吧 因為我一開始騎腳踏車 我沒有想太多 我就是想說騎騎河濱公園這樣子 但是到後來我就是 還不斷的去爬很多山 陽明山啊 然後爬爬爬 爬到還爬到和歡山去 然後要爬到武嶺 跟各位報告一下 海拔3275公尺 我去參加那個比賽 從海拔0公尺騎到3275公尺 但是我沒有騎完 我只騎到了2千多公尺 因為我那時候體力還不太行 那今年我會繼續挑戰 其實我覺得一開始騎單車的話 像我 因為一開始騎 其實我也沒有騎很久 但是我就是一個拱大 就是一直去騎到很難的山 那事實上這個是 比較不鼓勵大家這樣做 因為這樣其實 滿容易會運動傷害 那我覺得如果一般初學者 要騎腳踏車的話 可以先騎河濱公園 因為河濱公園是沒有車子 沒有摩托車 沒有汽車 沒有公車跟你來搶到 他就是會有一些小朋友 也是滿危險的 小朋友騎得比較慢 有時候 所以還是要注意 但是你跟腳踏車撞 然後跟路上的頭拉骨撞 你要選擇哪一個 當然是河濱公園腳踏車 因為你撞也不一定會輸 但是你到馬路上去撞 喔那個 就比較不好啦 對 所以一般來講 就是先從河濱公園開始騎 從台北騎到淡水 然後再騎回來 大概40公里 那我覺得這個慢慢練 然後你覺得你體力OK之後 你再去爬一些 譬如說像風貴嘴 一些山嘛 然後或是陽明山 或是小油坑 這一些地方 然後你覺得 你自己真的OK了 或者是你真的 就是頭子壞掉的話 就跟我一樣 去騎荷歡山 無理 保證嚇死你 運動其實 因為很多人都說 我沒有時間運動 我沒有時間運動 其實那都是一些藉口 你一天真的沒有辦法 抽出15分鐘來做運動嗎 其實都有的 你可以15分鐘 你可以做做伏地挺身 兩或其錯 其實你的線條 就會保持得蠻好的 也盡量不要太晚睡 因為我最近開始慢慢 在調整自己的作息 因為以前都還蠻晚睡的 然後我覺得 有時候早睡的時候 其實對身體真的會比較好 你的身體才有休息到 然後你早上起來之後 我就覺得 唉唷 覺得自己好像 唉唷 很Man的啊 就是覺得 好像身體也很好啊 所以也不要太晚睡啦 除非你是過年要熟睡 要不然盡量 不要 不要太晚睡 各位好朋友 想看丞翰點 就在 味全TV 欸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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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請 我